上一次挑战连拆四套闪耀版第一弹 结果直接翻车了 全都是重复的 但是 光之战士怎么能经意认输呢 拿米电脑就换个地儿从哪里爬起来 布鲁克群星版第一弹 这一次就少买一点 两套就极其大小隐藏 才能体现我真正的实力嘛 外包装还是我们平常老大哥 但好像内容物和之前有些不太一样 我记得第一弹好像是没有光效件的 哦 果然 小元卡还有悬浮支架 原来这是一弹的2.0版本 粉红色的爪子 这被老黑看上去更加的邪恶了 还是第一弹的他还原的最像 一对鞋也没着特别的圆热关滑 第二盒 盖亚奥特曼威尔行 悬浮支架就是好 飞天的姿势都难不倒他 就是 这一对光效手有点不太搭呀 还是落地瞬间的造型 看着更和谐一点 去吧 连接地台准备攻打贝利亚帝国 第三盒 封面款的迪迦复合型 又来粉红色的手型 越来越怪异了 感觉像是从赛加身上 瓦下来的一样 合体地台和3D盖亚 一起组计魅利亚 第四盒 哎呀 反派之团签还帮手了 巴尔坦星人 这一对钳子手太搞笑了 一开一盒子 真的有战斗力吗 还有你这不太聪明的眼神 明显就是来卖萌送人头的 下一盒 哎 只有一个地台没有指甲 难不成我们 好吗 怪兽都学会包团了 哥莫拉 和最近的经典版一模一样 也是偷了白色的指甲 耳朵上还画了一道道的水波纹 啊 我知道了 哥莫拉的必杀戚超正动波 普鲁可太细节了 继续下一盒 月神奇迹赛罗 之前一直以为月神形态是全身通体的蓝色 看到他后才知道 原来这一批套也是有层次的 再配上这对开掌手 倒有种小隐藏的感觉 贝迪啊 好日子到头了 你的素季来了 这是下一盒 比较强一行 总算有一个实打实的光线特效件了 之前全都是简单的透明手型 还是我们平成老大哥的面子大呀 最后两盒了 该抽隐藏了吧 亲儿子皆得原始形态 熟悉的皮套 熟悉的花纹 到哪都少不了你的影子 光指战士入列 随时准备出战 最后一盒 只剩下赛罗和两个隐藏馆了 我哪个都想要 出来吧 好吧 再一次不出意外的凑齐了所有的普通馆 你说还有惊喜呢 拳套里面最大的光效件 赛罗集成射箭 而且是单独的分件 又不是集成在手型上的 不过你好歹花个纹利呀 这大白板光秃秃的 完全显示不出 我们赛大上的身份和地位 OK 第一弹全员集结 桃武惊喜 只能寄希望于另外一盒了 第一家赛罗保佑 光之大金增建新成员吧 咱也选学一把 换个不一样的玩法 九款肉 人手一个王盒 看看谁的偶气最强 第一盒 就来两最黑的贝利亚 迪加强力型 第二盒 看看强力迪加后面藏着谁 迪加复合型 再来 完了 越来越不靠谱了 怪兽哥姆拉 巴尔坦信任 这招谁发明了呀 也不好使啊 贝利亚 赛罗 杰德 凯亚 好嘛 又是毫无悬念的一天 满地的包装盒包装袋 又变成了大型的连连看游戏现场了 全都是一对一对的 你看 贝利亚又领着两个手下跑来叫去儿子了 杰德你让一让 今天不需要你收手 小怪就留给我们平成老大哥 正义的四打一 先骑火干掉一只小龙家 而这黑不溜球的家伙 自然得专要专吃 俺都参考了呢 まだ二万年早いぜ